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高中物理 地表附近的重力未能 出讲 立山高中 陈其威老师 各位同学好 今天我们来到台北市的儿童兴乐园 在我背后的是小朋友们最爱玩的海盗船 看到海盗船上上下下的过程中 随着高度的变化让速度忽快忽慢 动能忽大忽小 究竟动能与高度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会介绍 随位置变化而改变的能量 也就是重力未能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重力未能该如何表示 它的物理意义又是什么呢 课程内容 原理及模拟 立体计算 实验影片 与备注说明 前一节我们介绍过功能定理 就是物体受合力所做的弓 会等于物体它的动能变化 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例子 一颗篮球以V0的速度牵直上抛 它的动能为EK 上升的过程速度越来越慢 动能也越来越小 到最高点时速度为0 动能也变为0 这是因为重力对篮球做复工 因此篮球的动能会越来越小 但到最高点之后 篮球开始往下运动 速度越来越快 动能也越来越大 如果过程中忽略空气阻力 可以知道在同一个水平面 速度的大小会一样 方向会相反 因此动能也相同 可见往上的过程中 动能慢慢的减少 并不是凭空消失了 而是以某种能量的形式储存起来 我们称这样的能量 就是位能 所以简单来说 位能就是改变物体位置 形状所需要的能量 如重力位能 就是物体和地球之间的 相对高度有关 也是这个单元 我们要讨论的部分 另外这里提醒同学 重力位能是相对的值 并没有绝对的大小 会因为设定0位面在哪里 而改变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地表附近的重力位能 也就是均匀重力场下的重力位能 首先我们从动能 转换成位能的角度 来计算位能的大小 一个以V0牵直上抛的篮球 它的动能是1⁵mv平方 上升的过程 速度越来越慢 动能越来越小 到最高点时速度等于0 篮球上升h的高度 过程中动能减少的值 被转换成重力位能储存起来 动能减少了1⁵mv平方 利用运动学的公式 速度的平方会等于2gh 得到动能的变化会等于-mgh 负号代表动能减少 因此在高度h的位能 比地面的位能多了mgh 如果我们订地面的位能为0 则在高度h的地方 位能就会等于mgh 当然你也可以订地面的位能为10交2 那高度h的地方 它的位能就是10交2 再加上mgh 不订定地面的位能为多少 高度h的地方与地面 它们的位能差都是mgh 要使物体的位能增加 除了动能转换成位能之外 还可以对物体施加外力 做工来达成 假设物体的重量为mg 并施加外力f 作用在物体上 这个外力让物体缓慢 而且等速往上运动 这样的过程非常缓慢 成为准静态 因为过程中是等速运动 因此外力的大小f 会等于物体的重力 物体抬升h的高度后 外力对物体做正工为mgh 做的正工并没有让物体的动能增加 而是储存成位能的形式 因此在高度h的地方 它的位能会比在地面的位能 多出了mgh 所以我们说抵抗重力所做的工会等于位能的变化 最后我们从重力做工的角度来看重力位能 当篮球上升的过程 重力对篮球做副工 使得篮球动能越来越小 但动能并非真的消失 而是储存成重力位能的形式 上升过程中 重力对篮球所做的工会等于负的mgh 其中的负号表示重力将位能储存起来 因此当重力做副工时 位能反而是增加的 或是可以写成重力所做的工会等于负的位能变化 下降过程重力对篮球做的工会等于mgh 重力将位能释放回动能 因此重力做正工时位能反而会减少 所以重力所做的工会等于负的位能变化 接下来介绍0位面的概念 我们知道温度0度C并不是最低的温度 可以有-10度C、-20度C 因为摄氏温度是相对的 并不是绝对温度 同样的重力位能也是相对的 可以选择任意的位置当作是0位面 在此平面上的物体 重力位能皆为0 例如在图形中 我们选定一楼的位置为0位面 则在一楼篮球的重力位能就会等于0 而在二楼篮球的重力位能就会等于mgh 地下室篮球的位能就会等于-mgh 这里的m指的是篮球的质量 g指的是重力加速度 h则代表每一层楼的高度 但如果今天将0位面移至地下室 则地下室篮球的重力位能就变为0 而在一楼与二楼 篮球的重力位能分别为mgh 与两倍的mgh 因此重力位能会因为你所选择的0位面而改变 但不变的是重力位能的差都是一样 刚刚不论选择哪一层楼为0位面 但每一层楼的篮球 它们的位能差都是mgh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以不同仰角抛出物体的范例 题目是 本重的ABC三颗小球 同时在相同高度的位置出发 若A球做牵直上抛 B球做斜向上抛 C球做斜向下抛 虽然仰角不同 但它们的速率皆相等 请比较三颗小球的落地时间 与落地时的动能 在运动学中我们已经学过 落地的时间与牵直方向的速度 牵直方向的位移有关 题目中三颗小球的牵直位移皆相等 而速度方向只有C球的速度与位移同向 因此落地的时间最短 而A球则是反向的速度最大 落地的时间最久 所以落地的时间 TA大于TB大于TC 过程就像这样 虽然落地的时间都不同 但牵直位移都相等 重力所做的弓 也都是MGH 也就是卫能释放出MGH 转换成动能 可以得到后来的动能 为原本的动能1⁵mV平方 再加上重力与卫能所释放的MGH 得到墨动能与墨速皆相等 看完范例 接下来我们用央卡软体 来模拟物体在不同情况下 看看重力做工的情形 首先设定三个物体的质量 皆为1公斤 从高度40公分的地方发射 若设定地面为0位面 则起始位置的重力位能 U等MGH 为4交2 发射的时候速度皆为每秒2公尺 只是红色的球是牵直上抛 蓝色的球是以羊角37度斜上抛 绿色的球则是以扶角53度斜下抛 三颗球的动能EK皆为2分之1MV平方 等于2交2 将三颗小球的重力位能与动能 和时间的关系图分别画出来 即可比较三颗球落地的时间 与落地后动能大小的关系 模拟结果发现 斜下抛的绿色小球先着地 接下来是斜上抛的蓝色小球 最后是牵直上抛的红色小球 因为落地的时间 与牵直方向的速度有关系 而三颗小球落地的动能 虽然时间不一样 但垂直方向位移都相同 重力位能皆释放4交2的能量 因此莫动能为原本的动能2交2 加上重力位能所释放的4交2 等于6交2 与模拟相符 在牛顿运动学中 曾经介绍过这个实验装置 它叫做阿特5G 那之前我们是从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角度 来分析 这个砝码在运动的过程中 它的加速度、速度 以及它们的位移之间的关系 那今天我们要从能量的角度来分析 使用的砝码 比较重的这个是507克 那比较轻的这个呢 它是453克 那我们让比较重的砝码 它从比较高的地方往下运动 那我们设定它的高度 是在50公分的地方 那我们让它往下运动 运动的过程中 比较重的砝码 它会释放胃能 比较轻的这个砝码 它会提升它的胃能 胃能损失的值 那是不是等于 这两个砝码 它的动能增加的量值 动能增加的部分 是等于2分之1M1加M2 再乘以它们速度的平方 那因为它们的速度的大小都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动能之间可以合并 胃能的变化会等于M1-M2 括号再乘上G再乘上ΔH 这里的M1是指比较重的那个砝码 那M2是指比较轻的那个砝码 那我们知道整个胃能的变化是减少的 所以前面要加一个负号 用VideoFysics软体来分析 这个物体它掉下来运动的轨迹 实验后的结果发现在垂直方向 位置跟时间的关系图 它是一条抛物线 那速度跟时间的关系图 它是一条斜直线 那我们可以用画图软体来分析 砝码最后的速度 大约为0.73每秒公尺 那我们带入动能的公式 1分之1M 那M的话分别是质量 707克砝码以及453克的砝码 那再除以1000换算成公斤 那乘上它的速度的平方 就是0.73每秒公尺 计算出来我们得到 动能增加的值大约为0.255交2 我们把这个数字记录下来 那胃能减少的部分 507克减掉453克 再除上1000换算成公斤 再乘上重力加速度9.8 再乘上我们的胃移0.5公尺 胃能损耗的部分 0.264交2 那我们刚刚实验的结果发现 胃能损耗的值大约为0.264交2 与刚刚我们用VideoPhysics软体 来分析动能增加的值 大约为0.255交2 相符 那动能与胃能之间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在之后的单元 我们会介绍力学能手痕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